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上个星期 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 推出了半个世纪以来 最大规模总值450亿英镑的减税措施 让市场担心英国通货膨胀恶化 这个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进一步扩大 也让金融大鳄趁势做空 导致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应声急措 短短两三天交易日下跌了4% 现在国际金融评论都认为 英镑危机是一步一步逼近 后果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 金融大鳄会联手做空英国 星期一早盘英镑对美元汇率 一度跌破1985年以来 1英镑对1.042美元最低的价位 创下了1.035的历史新低纪录 和美元评价更是近在咫尺 更严重的是今年以来 英镑对美元已经累计跌幅超过20% 而英国十年期国债债息更是从 8月份的1.8% 急升到4.1% 这反映出外界对英国经济已经大失信心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英国首相特拉斯上任以来 英国股票跟债券市场总计损失 至少5000亿美元 大约2兆3054亿令吉 事实上在特拉斯上位之前 英国经济就早已经面对衰退的风险 特拉斯政府颁布的新财政政策 又进一步的引发焦虑导致严重的跨资产抛售潮 也让英镑跌至37年来的新低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莫斯他认为 英国长期债券利率飙升是信用丧失的标志 而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生存能力 也将会面对巨大的风险 虽然目前英镑已经稍微有所回稳 但只是比历史新低的价位稍高一些些 在有关的幅度徘徊 而美元升值在美联储加息风暴当中 势不可挡 期权市场交易员就预计 英镑可能会继续下跌到近几十年来 难以想象的水平 包括摩根史达利和野村国际在内的 华尔街分析师他们都说 他们预计英镑很快就会跌破美元评价 野村证券预测 英镑对美元将在11月底前就达到平价 然后继续再跌 英镑的年底目标价 可能会下降到 一英镑对0.975美元的惨况 本地资深财经分析师张国林 和北大经济学教授林福岩 在接受《八点岁日报》访问的时候就说 尽管英国的减税计划 是导致英镑汇率暴跌的导火线之一 但其实一段时间以来 英国面对了脱欧 新政府上台等等事件的发展 投资者对英国经济的信心一直都在减弱 而在美元升息导致全球货币贬值的大背景之下 英国新政府却出人意表地选择逆流而上 逆流而上 在短时间内出台大规模的减税计划 还透过国家举债800亿美元的方式 发放大笔的能源津贴 这就让许多国际金融专家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当举债的成本高昂 市场就会对英国经济的前景失去信心 进而开始抛售抛卖这个英镑 导致货币贬值的情况越加严重 第一,你减税是给那些最有钱的人减税 你真的是在帮助补罗大众吗 第二呢 你可能对了 你可能说要给这个能源的经济补贴 但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我不要发国债 我要去筹款大概800亿美元 这个大笔钱 这样大家肯定知道 你真的能支撑长期的话 所以说大家就对英镑没有信心 这个是比较属于一个市场的担心 因为在现在的状况之下 一个国家如果开始减税 它好像是逆流而上 所以在市场上如果它对英国政府的财政 有信心的问题呢 所以英国要挤债的时候呢 它就要给比较高的利息 它就会导致挤债的成本高昂 所以人家就会觉得这个国家经济有问题 当然它的货币也就会开始有问题 资深财经分析师张国林 和北大经济学教授林福岩 受访时都认为 英国政府反其道而行 所推出的减税政策 必定将会引发英镑暴跌 以及英国借贷成本飙升 而拉曼大学经济学教授钟志强也指出 如果按照特拉斯政府的减税计划 英镑对美元的汇率肯定会继续暴跌 因为第一 市场对英国政府的减税计划信心不足 第二 投资者预计英国国债会持续攀升 再加上政府税收大减 国库更少收入 在多重因素的冲击之下 英镑跌是没有最坏 只有更坏 英镑跌破美元评价 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最主要你还是看全球的经济走势 比如 核武战争还没结束 第二 就是美元还是很强势 美国还是会继续升息的 然后 英里万者最近是 是气势的嘛 人民对它也是 对英国政府啊 或英国某些方面也是 失去了一些信心 这个三个因素 会导致英国 英镑 将会继续的下跌 如果跌破一对一 也不出奇了 有些人讲说 你从年头大概是 一英镑 对1.3532美元 跌到今天 掉到今天大概是 一英镑大概是 可以换美元 大概1.08 跌破大概20% 有些人说 还可以跌破一块钱吗 就是说 一英镑可以换 少过一美元吗 这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过去一百多年来呢 英镑一直在跌 从最高峰 大概4.7-4.8以来呢 跌到 今年年初的时候 是1.35 现在继续在跌 如果你从那个 长年的历史来看呢 它已经是过去 50年 80年 在走着 跌的趋势 我觉得 要跌破一块钱 是 时间上的问题 在英镑对美元汇率 创下历史新低的 黑暗时刻 张国林还指出 英镑正在面临着 一场新的危机 上世纪遭到 美国金融大鳄 索罗斯等空头狙击的场景 可能会再次出现 一旦金融投机者 开始加码做空 就会提高货币的波动性 影响各国对英镑表现的信心 做空就是把货币的波动性调搞 这样如果一个货币的波动太厉害的话呢 它肯定会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我是个生意人 如果我的货币波动 这个很厉害的话 我真的很难做生意 如果我是做贸易的 我是做制造业的 我什么时候进货 我是英镑 如果波动太厉害的话呢 也会影响大家对于 这个国家的货币跟信心 北大经济学教授林福言也认同 一旦做空英镑的趋势开始恶化 英国政府将无法保住英镑汇率 到时英镑的贬值将会非常严重 其他金融方面比较弱小的国家 也可能因此被波及 引发金融危机 所以1992年我还记得是9月16日 英国就被这个国际投机客打败了 有这一个历史的痕迹 所以不出奇 所以麦康这个英镑 应该是一个很理智的决定 他们应该会再一次的瞄准个英镑 所以英国的状况是唯唯可及 非常危险 它的风险很高 英国政府抛出50年来最大力度的减税计划救经济 却导致英镑暴跌 引发市场对英国经济走势的担忧 联合早报有一篇分析是怎么说的 美国可以仗着美元霸权烂发钞票来救经济 可是英国不能这样做 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优势 一旦英国决心以减税和派发津贴来刺激经济增长 来抵消赤字的话 那么结局只有一个 就是汇率跌通胀升债息标 1992年英镑就曾经遭到索罗斯狙击暴跌 而现在一些银行分析师就已经警告说 英国不久之后恐怕会迎来另外一场 是新兴市场式的货币危机 英镑可能会失去作为国际受尊重主要货币的地位 在美联储加息不止各国货币狂扁的大背景之下 特拉斯政府一上任就推出了宽松的财政政策 不少的经济学者就抨击说 这根本是跟英国的中央银行加息的政策相抵触 一边货币在紧缩 一边财政在扩张 两个政策迎面相撞 最终两者的效果就会互相抵消 而与此同时 英国政府却白白付出了更高的举债成本 以及承担更重的债务 这场英国新人首相特拉斯的政治豪赌 会不会导致英国陷入无底深渊 最终拖垮英国的经济呢 如此大幅度的减税和激进措施 会不会影响特拉斯内阁的政治生涯呢 继续留守明天的报道 我们有更多的分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